还记得古装神话剧《莲花童子哪吒》中的苏打几吗? 他的扮演者名字叫罗海琼 相信很多观众一开始都觉得他不适合这个角色 因为他本人的气质形象过于清纯可人 然而,罗海琼不仅用自身气质赋予了前期还是人类时 苏打几应有的天真单纯 同时他又用演技,眼神让黑化后的苏打几,有了应有的狐媚 最终惊艳了不少观众 实际上,1973年出生的罗海琼是舞蹈演员出身 他自幼习舞,12岁就考入了甘肃省舞蹈艺术学校 还曾因为在舞蹈上的天赋被分配到兰州歌舞团跳了四年的舞蹈 然而因为户口问题,罗海琼无缘报告北舞 不过这才让演艺圈多了一位好演员 1988年,还是上海戏剧学院大三学生的罗海琼 靠着电视剧《魂戏哈军功》敲开了演艺圈的大门 次年他又以《莲花童子哪吒》打开了知名度 但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却是《像物像雨又像风》 然而,罗海琼凭借《像物像雨又像风》一夜走红,还被华裔招揽其下 但可惜的是他之后虽然十分高产 相继出演了《大宋提行官》《星期侠武艺》《好想好想谈恋爱》《八世警探》等诸多影视剧 但却是现在后继乏力的瓶颈中难以走出 虽然事业发展平缓 但罗海琼在感情上却是顺风顺水 他与华裔的副总裁废齐日久生情 而两人在爱情长跑四年后也是顺利步入了婚礼的殿堂 值得一提的是 因为废齐是王妃,六年一班,的成员 因此两人结婚时王妃不仅出席了 还是以伴娘身份参加的 而这让大半个娱乐圈艺人纷纷对罗海琼感到羡慕 结婚生子以后 罗海琼很少再去接戏 他更多是把自己的重心转移到家庭生活方面 但由于他的内心依旧对演戏充满了热情 善解人意的丈夫费林经常会推荐他一些好剧本 让他尝试付出演戏 于是在丈夫的支持下 罗海琼偶尔还是会去出演一些作品 如今 罗海琼的新剧《风筝》正在热播中 这一次他以革命女干部的形象跃然于迎平前 不知道这样的她 你会给打几分呢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 右括号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